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红 关小彤 张子峰 金晨之外 更是邀请了凤凰传奇等 还邀请了飞行员作音 最帅主播李泽鹏 作家张浩晨等各个行业的精英 以及配音界的万碧江山 其中居然还有小朱佩琪的配音员 可谓满足各个年龄层的需求 可谓精彩十足 当然还有曾经风靡的一时的各个学校的校花 大家还记得哪个校花吗 不得不感慨 时光好像都没有在这些校花身上留下印记 他们依然还是那么的漂亮迷人 当然节目组更是邀请到了RTA组合 可谓星光异议 但是更让人惊喜意外的是 天天兄弟回归 浩尔 田园 于浩明等三位天天兄弟在此登台合体 是不是让人特别的感慨和感动 前锋看到田园后 立马紧紧抱住田园 由此可见他们兄弟的轻至身 毕竟一起走过那些难忘的岁月 看到曾经的天天兄弟再度合体 作为老大哥的汪涵更是感动的眼眶泛类哽咽表示 我这十年时常会想你们 你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细心的朋友都发现了 汪涵居然好像瞬间老了十岁 连胡须和两病居然都有些发白 听到汪涵这么一说 浩尔和田园也十分的感动 一旁的前锋更是眼泪之流 于浩明也在一旁非常感动 因为小五还没退役 又是韩国人 因此并没有上台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想念欧帝 毕竟欧帝也曾作为天天兄弟中的一员 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很多网友都表示 希望看到天天兄弟合体主持节目 大家想念欧帝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